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19日 前天我拍了一段影片 講香港移民潮 導致中小學有殺效和合併的危機 教育局局長蔡潤蓮 已經引證了我的說法 當中我引述到《香港01》報道 說林鄭的兩個兒子 一個去了愛爾蘭讀博士 一個在法國做博士後研究員 所以一般人跟著領導走 這是相當明智的 以前只是中產或者有錢人 才能夠將子女送到歐美留學 現在不同了 舊時王借唐前宴 飛入尋常百姓家 現在有錢的人遊走 沒錢的人都可以透過BNO 一般家庭都可以到英國生活 子女在英國讀中小學大學 所以潤學在香港盛行 不僅僅在香港盛行 在大陸當然厲害 但是我前一段影片提到林鄭 Facebook有新聞報道員 前新聞報道員報道 有人看到林鄭在希斯路機場出現 當時我表達了我的看法 有一些恨人跑來 你撞了車了 只是逢中必犯 說假新聞 信別人是假新聞 沒有Facebook 我在影片中說得相當清楚 我說我無法考證這件事的真偽 但是我說兩天之內必有結果 結果兩天之內真的有結果 有人說在會展見他有公開活動 兩天之內必有結果 是基於一個現代社會資訊流通交易成本的簡單推論 因為除非他搭私人飛機 否則他搭一般飛機 即使坐頭等 一定有人拍到 個個都有相機 個個都有手機 一定有人拍到 好了 退一步了 即使他去到外爾蘭的那些是巴黎 探他兒子 除非是粒頭 包得好像伊斯蘭教徒一樣 否則在街上走 周圍都有華人 尤其是在英國 在外爾蘭 周圍都有香港人 一定能拍到 不可能拍不到 希斯蘭機場轉機也沒理由拍不到吧 有人撞到他也不拿相機出來 那些保安 G4 不會在英國這麼兇可以拆別人飛籃 現在也沒有飛籃 是不是? 立刻做直播也可以 所以兩天內必有消息 這是我之前已經說得很清楚 今天不需要再補充 現在潤學不僅是香港人走 大陸人也走來香港 或者走去外國 其中一個我很喜歡的學者 叫做朗咸平教授 朗咸平教授 在大陸可以說是體制內一個相當感然的學者 我跟他很多觀點比較接近 當然我近接近北京大學的張維瑩教授 朗咸平教授潤到哪裡? 潤到這裡 就是香港 朗咸平教授為什麼要潤來香港呢? 因為在上海經歷過暴力封城 很多人失去了信心 認為人間地獄 在歐美 即使說COVID-19大爆發 但是人們都如常生活 你說很多人死亡 人們是會死的 是不是? 但是一般人 不死的人 他們正常生活 所以 上海防疫因為防疫而死的人遠高於官方公報 因為疫情而死的人 所以 大陸人們能走就走了 這是朗咸平教授走一個主要原因 另外一個主要原因 不希望繼續搞核酸 繼續折騰 第三個要走的原因 這是我認為 與中國經濟急轉直下有關 中國經濟現在面對著非常嚴峻的問題 全國的南美樓 恆大數以萬億計的債務 這些都是十個煲 但是只有三個蓋子 過去其實中國利用計劃經濟 政府力量去解決疏導一些經濟危機 但是正如我之前一再指出 凡是用政府力量介入的話 你只會延長痛苦 它的確解決了當前的問題 但是利用另一個泡沫 去解決一個泡沫 就會非常危險 譬如說2015年的時期 上證指數股災 由5,000多點跌到2,000多點 大部分人的身家蒸發一半以上 結果在那時候利用樓市的泡沫 恆大的時候 那時候瘋狂買地蓋樓 利用一個更大的泡沫 去掩蓋一個股市的泡沫 更重要的就是 將養老基金入市去救市 就造成了幾個泡沫 第一就是樓市的泡沫 現在就爆破了 第二就是養老基金的泡沫 遲早會爆破 因為養老基金買了很多不值錢的股票 到那些人真的要退休的時期 養老基金就沒有錢支付退休金 到時候爆破就會更嚴重 所以利用政府力量而不是利用市場方法去調節 市場方法調節就是有些人破產 有些人損手爛腳 然後幾年後就一條好巷 然後市場會更健康 政府只需要透過監管 透過用一些法律 讓一般小市民得到保障就可以了 不需要暴力入市 不需要暴力救市 但是中國習慣什麼都用暴力的方法去處理 所以導致問題延長了 如今河南提款難已經延伸到西岸 逐漸會發展到全國 爛尾樓風潮政府可能會救 但是救得一時救不到一輩子 而政府用什麼方法去解決河南提款難的問題呢? 由於微博微信的人不准說河南提款難 結果用這個鞋音 荷蘭提款難 河南銀行說成荷蘭銀行 Holland Bank Holland Bank 結果又被禁止了 現在微博微信又禁止了 利用防民之口甚至防村去解決現實的民生問題 這當然不能夠長久了 所以上海潤河就潤了 能潤者也要走 現在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惡意離境 由於疫情之後 中國簽罰護照的困難 然後不讓人出國旅遊 然後又不讓人用一些方法出國移民 一定有合理理由才可以 合理理由要不出去做生意 要不做生意也要解釋要賺別人外匯回來中國 要不出去留學 留學現在還是容許的 所以 惡意離境的情況下 自己走不了 送子女去走 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連續兩年 中國留學生在英國的比例 不斷急性 已經成為歷史新高 這固然與美國留學越來越困難有關 英國現在13.5萬的外國留學生 這只是計算大學 還沒計算中小學 有3.14萬來自中國大陸 還沒計算香港 香港那裡有數千人 加上超過4萬個中國學生 在英國讀書 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是一個歷史新高的數字 這個歷史新高的數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認為中國的移民潮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改革開放的時期 人們想去外國找更好的生活 是不是? 找更好的生活 外國人始終賺的錢比中國多很多 在80-90年代很多移民 好了 到了2000年後 很多就是中產階級崛起 他們是因為風險轉移而移民的 因為改革開放期間你要賺錢 你一定要需要一些貪污腐敗才能做到 尤其是官二代、紅二代、太子黨 他們全部移民 自己移不到民都要情婦移民 家屬移民 原因就是要轉移政治風險 因為在國內始終你透過貪腐 透過權力鬥爭 很多時候把病會被人抓住 所以把風險放在外國 放在巴拿馬 放在南非 放在歐美 美加 結果自己在大陸可以繼續貪污 繼續賺錢 家屬可以在歐美生活 兩個階段 好了 現在進入到第三階段 現在叫做潤學階段 就是知道全國形勢急轉直下 急轉直下 現在不潤 將來又沒有機會潤 因為現在進入一個全面鬥爭的年代 尤其是習近平說必須要任內解決台灣問題 如果解決台灣問題 就像今天俄羅斯一樣 俄羅斯的人想潤都潤不了 所以今天不潤 他又想潤又不能潤 這就是移民潮到第三階段 所以不僅是普通有錢人要移民 現在中產階級都要潤都要移民 知識分子因為文字獄 因為各方面的原因 政治收緊 微博微信 最近很多同音和音字都不能說的情況下 全面要潤出去 所以富豪走了 以前改革開放的時期很多富豪走了 最近很多新加坡 富豪去了新加坡 十大富豪裡面的四個是中國移民 原因是因為潤學知道 今天改革開放已經完結了 所以 踏上習近平新時代 這是全面政治碰撞的年代 是對歐美全面政治碰撞 對台灣全面政治碰撞 在國內要搞激烈階級鬥爭 要搞共同富裕 在國內因為要修改憲法 然後要永續權力 所以各方面的原因 讓中國的形勢急轉直下 第三階段 這些不叫移民 這些叫潤 以前經濟移民 到政治風險分散移民 反美事工作 留美事生活 以前就是這個階段 現在那些不是叫移民 現在叫逃走 潤 所以能走就必須走 最後真是好笑的 近日官媒大力抨擊英國 說英國很多問題千瘡百孔 英國固然不是一個人間諾土 一定有很多問題 每個地方都有很多他的問題 英國譬如說醫療制度 我覺得這裡如果你是住在大城市 就像我一樣 在倫敦大城市的醫院 是非常好 但是我也聽了很多移民過來 住在小鎮 住在中北部的小城市 他們的醫療福利 醫療設備 或者醫生的水平 又真的是一般參差 這裡小病的GP 因為我兩個女兒 經常都不時會有小病 要去看醫生 基本上幫不了手 這裡的GP只是轉介而已 面對著小病 傷風感冒 她就不會開藥給你 大病她就叫你去醫院自己搞 所以去GP基本上沒什麼幫助 而且他們的醫生 我認為他們的醫學經驗 臨床經驗相當低 因為他們基本上小病叫你自己慢慢勾好 大病就轉介醫院 所以他們沒什麼臨床經驗 跟香港的醫生不同 香港醫生一天看幾十個症 這裡的醫生可能一天看幾個症 幾個症都是轉介的 他們沒什麼臨床經驗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醫療 如果你不是住在大城市 就不能夠有一個好的醫療 第一 第二 小病 小朋友的病 這裡真的沒有什麼醫生 家庭醫生是幫不了手的 所以一定有好一定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中國偏偏不讓別人說不好的地方 在大陸 浙江大學的新聞學院副院長 他說敢於揭露社會陰暗面 那些人才是正直的 才是愛國的 結果被批評處分 違反黨紀 你叫人揭露社會陰暗面 你被人批評 在大陸有一個媒體人 上海媒體人寫了一首新詩 一首新詩 就指下蟬說他很吵 然後又說他肥頭得意 當然下蟬很難說肥頭得意 人們說他意有所指國家領導人 結果又是要下架 又要被批評教育 又要受處分 一個這麼高壓的環境下 不能夠暢所欲言的環境下 就是說我們這些人偏偏有眼骨頭 我的政治立場是相當溫和的 跟張維瑩 跟張維瑩 張維瑩是五毛 跟張維瑩 朗咸平 其實我跟他的政治立場很接近 都是體制內的 一些自由派的人 但是 你偏偏不能夠暢所欲言 不能夠暢所欲言 你只能夠物不作聲 或者委曲求全 但是我們有眼骨頭又不太適應 所以要說真話 唯有潤 不潤的話 要麼沉默 要麼爆發 爆發就有很慘的政治代價 英國就不同了 來到英國 英國人天天都罵英國政府 批評英國皇室 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 要被人說到他自己想說的話 有口不能言 生存還有何意義呢? 今天感想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 現在還有1萬人左右 我的頻道就達到30萬訂閱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Like、Subscribe、Share 介紹給親友看 尤其是介紹給家裡的長輩 如果你是長輩 介紹給兒女、孫去看 請大家訂閱 收費平台Patreon 還有大量獨家資料 有獨家課堂 獨家史記的導讀 獨家中國經濟史專題 中國經濟史專題完了 我就相信會開中國近代史專題 所以Patreon裡面的內容比較深 可能到了碩士一年級左右的水平 而我在YouTube裡面說的內容 就是一般大學一年級的水平 希望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 去訂閱不同的內容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